从来没有改变我的初心 就是我希望能够把澳门打造成为 一个真正富有国际性理水平的 一个世界女儿修餐中心 我想你就是看待我 像一个一般的普通的人 在他身上我学会了 到了我80岁90岁 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何超雄的家族 见证了香港开部 100多年来的沧桑变幻 而他的父亲 人称澳门赌王的何鸿燊 更是澳门近代风云的权威象征 何超雄在去年正式接掌了 这家市值近百亿的信德集团 而他继承的还有何家 对澳门的影响力 他非常善于在不同的业务 和角色之间建立纽带和协同 对澳门的经济转型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澳门多元化的发展 也有着自己的蓝图 见到你是很多细节都会去关注 而且一直都是为澳门要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已经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是的 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 我第一个在澳门做的一个项目 其实不是美钢美 我第一个做的就是现在的女友塔 当时是我爸送给澳门回归的一个礼物 其实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标志物 新的一种观望未来的一种 非常有雄心的一种要建 当时是全球第十高的一个观光塔 但是谁会留意你有一个全球第十高的 必定要把它也分不起来 我说就是要观看澳门从回归后的改变 果然每年来的人他们都会说我们要上去看 看什么就看澳门的面貌在回归后的 所以是抓住一个发展机遇 就要和中国整个大市场的发展 一定要是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因为根本回归以后 如果没有国家的大政策 没有跟国家的方针方向连接起来 澳门根本怎么可以 以一个三十一个平方公里 六十多万人口的一个小地方 它怎么可以发展起来呢 半万之地 对啊 所以必定就是需要是成为其中一员 所以在还没有讲谈到什么 现在我们要构建粤港澳大湾区 这样的观念以前 其实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主角 当时还没有大墙 我们现在港珠澳大墙 十几年前香港政府当时 这个青鸟角 他们来找我们 他说我们机场将来还需要跨建 然后他们说 你们的船有兴趣 从这个地点开 开船到其他地点吗 我说有兴趣 反过来说我帮他做了一个研调 这研调最终的结果 就是说明 你必须要开整个珠三角的口岸 这个是开发唯一全球一个 是所谓的空海连接的 我们开通了这个之后 就是证明了 其实是有需求的 就是香港跟澳门应该是更好的连接 也是成为他们后来 打造大桥的前期研调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也做了一点点的贡献 但这个就是vision嘛 就是当别人都看不见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你要去创造这个需求 然后就已经把这个香港 澳门和深圳的这个码头和机场的 这个交通网络已经去搭建起来 作为一个基础 澳门只有30多万平方公里 60多万人口 这样的弹丸之地 却创造了名列全球前茅 亚洲第一的人均GDP产值 博彩业对其中的贡献 自然不言而喻 身为赌王的女儿 何超琼却不愿止步于博彩 她希望把澳门打造成一个 具有国际水平的世界娱乐休闲中心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 找到不可替代的位置 以前来澳门感觉就是 肯定就是博彩和奢华 可能是就留下对澳门的一个印象 所以未来人家来澳门 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从一开始我也是 这个从来没有改变我的初心 就是我希望能够把澳门打造成为 一个真正富有这个国际性命水平的 一个世界女儿休闲中心 我们要把澳门变成一个名片 一个品牌 我给你一个好的例子 瑞士 瑞士很小的地方 领牌定位很成功 我认为我们将来有这样的一种力 一种能力 把我们集中 而且有这样强大的一种 创意基地的一种功能 服务方面我们有接待能力的一种 可能是全球之冠 六十万人去接待三千万人 这个应该是全球之冠的吧 所以我们应该把所有集中这样的经验 投放在很多教育 甚至是一些交流 传统的这个博彩业 又会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大家都在用这个新媒体 都很容易接触到各种的娱乐 各种的游戏 各种的 其实将来我认为我们澳门走的路 就算是我们所谓的博彩这个板块 这方面 其实就是一场游戏 来到澳门 他们可以放松 他们可以 也是经过澳门 也能观看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把世界最新的最好的 都带过来 所以这个变成 就是他们的一个 真的是娱乐的一个核心 让他们知道有什么新用的东西 可以应用 但这个多元化的过程没有这么快 我们看到可能十年前 就博彩业占澳门整个GDP的比例的话 可能近50% 那到十年过去了 基本上可能也就降了个 一点多个百分点 就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的一个 降下来这样的一个程度 因为澳门在不断地在 这个改变的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还没有掌握得好 我们客源的改变 我们的旅客的自己的 无论是他们的知识 他们的口味 他们的现在对全球 所有地方的认知 是不断地在这个进步 要求也不断地在这个提高 所以我们认为 我必须要在澳门做的 是每次来都要让他们 有一种全新的感受 全新的感觉 我们要走在时代的尖端 我们将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 应该是女游 女游的教育 女游的研究 女游的服务 覆盖或者是辐射 到其他地方 如果我们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将来将会 是可以吸引更多海外游客 在赌王的17个子女中 何超琼以领导能力和商业才干著称 他20多岁就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媒体公关公司 30多岁起进入家族企业 在父亲结束了对澳门赌权垄断40年的时候 与拉斯维加斯的博彩业巨头美高美集团合作 建立了澳门美高美酒店 他的艺术品味在酒店的设计中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以前说过好像是不想进入 这个博彩行业的发展 是的 对了 一开始 那现在反而变成一个很主要的业务了 对啊 人生是很奇妙的 原来我是说我是女生 可能这个博彩行业比较复杂 而且我也不知道 在一个比较是男性世界里面 他们能否接受我 所以我就一直 而且我本人是蛮喜欢艺术啊 文化啊 其他的东西的 所以我资历在出队的时候 我是希望能打造更多其他的元素 而且你是融入了很多个人的一些 因素和品味在里面 包括第二家即将开张 也是说听说你是捐了这个 这三百多件这个艺术收藏品 给这个酒店 我们没有一件事 是光是从一个店铺买回来的 你看从前我们都感觉海外的一些大的娱乐企业 他们很了不起 因为他们都是有很多 刚才说的个人因素 我们必定要从这个自我创新 重新的开始 所以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从硬件 你刚才说的 我们打造美轮美幻的 富有艺术 非常深的一种艺术气氛的 注入很多的艺术的展览各方面 为什么呢 有些人感觉你这个只是你 光是你个人的一种兴趣吧 我说不是 因为如果你对艺术 连基本的艺术都没有兴趣或者是认识 那你怎么再推往下一阶段 就是如何谈到我们的所谓创意 创新 运用科技 运用我们现在有的新世代的 很多的其他的部分 去把我们的产业 可以做得更全面 更广泛 还有很长的路了 科技日新月异 新的娱乐方式被不断创造出来 博彩这个人类最古老的娱乐方式之一 又将被注入什么新元素 可能会迎来什么变化呢 怎么样可以应用一些新的科技 跟得上这个科技发展的步伐 我们在整个项目里面打造的 都是运用很多新科技 都是为观众打造的 因为大家关注的不是 不仅仅是台上的表演 而是观众的 他的参与 他的头径 甚至是要现场去看到观众的表情 跟他们的心情 所以看得到就不只是说科技的发展 要迎合年轻人的喜好 生活模式的改变 我的剧场是永远是ready的 而且它是能够改造成为 很多不同的scenery 所以能够在里面你可以是一个运动场 半天后可能已经变成一个歌剧场 半天后已经能够改为一个会议室 是这样多功能的观念 我花了三年时间 去只是说服一个品牌 我不会光是我今天能亲近来 我跟你谈了三年 不是只是要你开一个 可能几千平米的一个店铺 我要求你的是过来跟我 同步的去为你的品牌 也为我的品牌 去打造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给我的客人 所以现在都是走 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种定位 从小到大 何超雄的一举一动 都会引来传媒的追逐 被传媒和公众贴上许多标签 真实的何超雄又是怎么样的呢 请看下节 何超雄曾入选美国财富杂志 全球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榜单 曾为香港的女首富 也被媒体评价为 即美貌智慧和财富 于一身的完美女性典范 但在他自己的眼中 他最看重的和他所追求的 又是什么呢 何超雄进入家族企业的第一份工作 就被委以重任 负责往来港澳的航运业 并成功另品蹊径 扭亏为盈 感觉是很不女性的一个行业 去介入 完全是不女性 我进入以后 其实所有的高管都是男的 可能是好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女的进来的时候 她们要停下来听听 为什么这个女的 认为她有一些好的观念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观念呢 我的观念就是我是从服务方面 是给意见 因为原来从来 她们从没有从这方面去想 她们本来是觉得 是一种交通运输工具 她们最关注的 就是要准时 要安全都很重要 但是我说 但是这个客人的体验 感受舒服的程度 她们我们就是不懂也不管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反而是 可能是很具挑战的 对于女性领导者来说的一个业务 反而你觉得女性 可以发挥一些不一样的优势 把她给去扭转 对 然后慢慢就平直 这样的好的成绩 我们就后来 我慢慢就可以覆盖 更多的其他层面了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成就 何超穷深得父亲信任和倚重 可是身为名妇之女 赌王的女儿 永远是公众想起 何超穷时的第一反应 那外界一般来说 关注你的肯定就是 你天生拥有的东西 整天说的就是上帝赋予了 你很多你的美貌 你的这个聪慧 你的这个财富 但有时会有怒怒吗 就觉得好像自己的努力 可能一句就是 你是何鸿生的女儿 可能这个就把你所有的 努力给抹杀了 就算是在社会上一开始 当然是有一种frustration frustration是他们 不是光看你是谁的女儿 他们就是有一定程度 是感觉到 你可能不会那么努力 因为你不用那么努力 你已经有很多的东西了 反正或者是你是很 被你扒很重的 所以你可能在人生上 是没有理想的 你是不会去用你的奋斗 努力去做事情 那没事啊 因为如果他只是有这样的一种互惠 那你就更要证明给人家看 但你可能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才能被人家会看到一点点 那当然啊 你要是很多很多倍 才能打动人家 最终也怀疑 你这个女孩子她做什么呢 有的时候很可笑 现在想起来就像一个笑话吧 从前有一段时间 我们在香港都叫我的叔叔婆婆 是uncle吧 他就说 你这么幸福做什么 你究竟想做 想我们 你不如就是跟我说 你要什么就好了吧 你不用那么紧张的 每天打电话给我啊 你要去来 跟我去开会啊 你要设什么这个计划书啊 所以身边的人也会这样 他说好了好了 我们明白了 我们知道你认真的 那你究竟 我说没有啊 我想你就是看待我 像一个一般的普通的人 对吗 一般的普通的人 如果有一个计划书 他就是应该这样的 那我也希望 你是给我一个机会 是这么简单啊 那你就 你就去凭 我的计划书 如果是急得 你去支持的 你就支持 你不能够因为我是 Stanley的女儿 你去支持 那对于这些uncle 和老陈子来说 容易吗 让他们接受 这个年轻的老板女儿 来去接掌整个集团 当然不容易 但是他们也是 后来每个人都会感觉 好啊 既然你是 你这个人也蛮有趣吧 对吗 你这么认真的 跟我说这一番话 那他说 我也认真起来了 那如果你做得不好 我这会直接的跟你说 那到时候 你不要跑到你爸身旁 去打报告啊 去投诉啊 我说我们走着看吧 所以就是每一个人 每个人都要给大家机会 我这个是我学会的 我认为 所以要你认真去赢得 别人对你的尊重 尊重 和对自己的一个 信用的一个建立 对 我也希望 我自己的祝右铭 也是希望每个人问我 认为人生最大的 贡献是什么 就是给人家机会 所以这个也是我 从我自身的这个历程 我学会来的 何超琼出生成长于父亲的盛年 她是母亲的长女 母亲在日常生活中 培养了她细致周到 又责任感的大姐大性格 而父亲则是她的人生导师 那父亲留给你的呢 最宝贵的这个遗产和价值是什么呢 父亲留给我最大的就是因为 她也是这样 其实很多人都也不了解她 认为当然了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她是这么有魅力的一个人 她是好像做什么事情 都很驾驭很轻松的 或者是说拿到一家独大的 这个垄断权 对了 就是应该是自然而然的 就应该会成功 确实她也经过多么的这个结疼 多么的这个挑战 多么的不断不同时代 不同方面不同行驶的 甚至到了她这个退休 以前的几年还在这个拼搏 还在奋斗 还要迎来新的竞争对手 还要迎来一种新的环境 所以她这个人是最乐观的 她从来不会说我真的很累了 为什么 她也不问这个为什么 你怎么可以问 她到了80岁 原来她应该是一个地方 最有贡献的一个人物 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也是最有诚实的一个人物 对啊 但是她80岁 她还要迎来改变 在她身上 我学会了 到了我80岁 90岁 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每天你都要迎来新的事物 你只能够说你应该感恩 就是有新的机会 每个人都应该感恩 我是这样想的 那你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呢 有什么legacy呢 我希望所有跟我共事 能够大家共同 这个所谓发展的人 最后记得我 就是我是希望跟大家 共同进退 我真心是希望跟大家共享 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成就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贡献 我有一个很好笑的 我是家里面的大家者嘛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 我的员工啊 或者是我的朋友 都叫我大家 大家接 我就把它翻译英文是 大家接 这个可能也是女性作为领导者的一个优势 可能更愿意去分享和培养你的这个团队 潘喜笑书啊 她的行程是没有一分钟的downtime 没有这个休闲的时间 每一分钟的行程 其实都是无缝链接 但她热爱她所做的事情 所以她的生活和她的工作 其实是结合起来的 就算在她旅游的时间 也是她唯一一点留给自己 可以去慢下来和思考的时候 她也是在非常的留心去观察 身边的每一件的事情 从一个小餐牌的设计 到酒店的设计 到景点 她都在反思自己有什么可以学习 或者有什么可以进一步去提高的地方 她其实很习惯这么忙碌的一个行程啊 她除了家族的事业 还有自己的事业 还有旅游妇女协会等等的一些公职 但因为她从小到大 其实就是在美光灯下长大的 让大家去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成长 所以她十分习惯这种的压力 那她在一个大家族长大的话 一方面是她非常善于与人去打交道 协调各方的资源 去达成她想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呢 她又特别会照顾人 特别会想到大家的一些感受 所以看到她对团队 也是非常乐意去分享 和非常乐意去培养他们 让他们和她一起共同地去成长 所以看到她的家族 她的经历 其实就造就了这个 独一无二的何超琼 下一集 我们一起来听下 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 中国主权基金中投集团的 首任总经理 高熙庆 对于亲手接生的 中国称券市场的发展 有什么高见 执教多年 她对于教育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